嘿,我的臭宝们,681万,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,但是这笔巨款的得主却没能接住,到底发生了什么呢? 3月25号,江苏泰州海陵区一个彩票点中出了福彩双色球681万的大奖,这消息一出,那可真是炸开了锅,可是谁能想到呢? 最后还有更戏剧化的事,这大奖的得主爱女士,那叫一个惨,她在朋友圈里说,中了681万大奖的我们,心情根本没法形容。 这中奖的彩票呢,居然被洗衣机洗成了渣渣,原来爱女士把彩票放进了裤子的口袋,没拿出来就扔进了洗衣机里洗了。 更倒霉的是呢,家人不知道衣服洗过了啊,这一桶衣服整整洗了三次,这也太倒霉了,要说这彩票的来历呢,那可有的讲了。 爱女士呢,和她两个小姐妹啊,一起逛街,心血来潮呢,买了三张彩票,一人一张,还说好了,中奖以后,大家一起享福。 后来呢,泰州福采发布了中奖消息,销售员都说了,他们可能中奖了,爱女士你多激动啊,可再激动呢,也没用了。 在这里啊,咱要提醒各位,买完彩票呢,一定要好好保管彩票原件,那可是唯一对讲的凭证。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,快来跟我一起讨论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